水淹這麼深 你看 一張張照片 訴說著蘇瓦颱風 為五福地區帶來 多麼嚴重的災情 可是赤龍皮排水 地勢較大力西低 是多年來每到汛奇 總會發生溪水倒灌 水淹村裡的景象 沒想到今年的醉魁禍首 卻是五福橋 邊做水就淹啦 邊航海就淹啦 那邊沒來 那邊啊 淹到那邊沒得清燉 雞肉也沒要做都用到雞噸啦 那心情很沒來 心情很沒來 每次拚 車廂比 鄉民典貴的經濟好了 補發教官 所有的水拚下來 去讓這個雞噸 撞的 一直淹淹到這裡 水比較淹淹 所以這般雞 勢必要改建 將橋樑的斷面提高 鋼梁比較不用做那個梁 沒有梁嘛 還是會有一個梗 有一個梗 這個位置不便啦 稍微 弄一下就不會急水 整個就算過 有的風水斷面這樣好不好 為了改善車廂皮 淹水問題 第三河川局 已經開始進行治理工程 居公所表示 整支計劃分為多個階段 拖寬河道需要土地徵收 也已經完成 但五福橋是否有在計劃中 就得問問三河局 問題就出在橋樑 問題就出在無所準 你中間也很打拚 三位二十個到現在 不動啊 那怪誰 所以現在就是要求市政府 趕快趕快趕快 馬上先給我手上 橋樑的問水立橋 看他們有要做嗎 那這個斷面設計後 橋頓是不是再那裏 如果沒有 由市政府自己編列預算 趕快有鐵橋拱橋的方式 來做好 有四五個林匯集了來一條一條河 最尾端也是失禁問題 不要說把每個事情發生了 大家再來說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橋我們今天一直在反應 一直在反應 希望說上面長官 還是議員能關心我們 根據市府的資料顯示 刷台風光是2號當天的降雨量 已經超過百年防洪標準 節水高度僅有兩米高的 五幅橋防洪功能明顯不足 小市民的心聲 何時能被證視 就看政府的辦事效率了 記者唯一庭台 周四報道